加拿大的洛基山脉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造就了很多壮丽的峡谷 陡峭的悬崖和汹涌的布雾 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是游户国家公园的自然桥 这座自然桥是由千百年来冰川和水流的侵蚀所形成的 这个自然桥由石会岩组成 以为长时间的水流冲刷和侵蚀 形成的桥梁状的岩石结构 仿佛是大自然的雕刻杰作 米斯塔亚峡位于班福国家公园 是一条被冰川水流侵蚀而成的峡谷 其岩石被水流雕刻出许多形状各异的草谷 峡谷狭着而身幽 游客可以站在高架桥和岩石上武汉谷底的激流 大自然的威力和神奇真是令人难以直现 中文字幕——YK 桑瓦普特瀑布 位于加拿大加斯波国家公园 这个瀑布是往瓦普特河最里有人注目的瀑布之一 桑瓦普特瀑布分为上下两段 瀑布的水流来自于附近的亚瑟温丁源 水势湍急气势磅礴 上弹瀑布成横瀑流 水流自悬崖边跌落 形成壮观的水墓 而下段瀑布则在狭窄的峡谷中流淡 湍急的水流带来巨大的冲击声 非常令人震撼 沫erin中流流 尽管的山路 沫原飞中流 沫山空斑 沫原沫市 沫山空洞 沫塞 沫山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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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林峡谷是加斯波国家公园内一个令人惊叹的经典 这是一条深切的峡谷 由马林湖上的冰川溶水 经马林河流下 在数百万年的侵蚀作用下形成的 峡谷深随于耳狭窄 岩石陡峭 最深处达五十多米 创造了引人入胜的地质景观 为了方便游客欣赏这个美丽的峡谷 沿着峡谷设置了一系列的步道和桥梁 游客可以沿着峡谷边缘漫步 欣赏峡谷底部湍急的水流 冬季 峡谷结冰 游客可以走下峡谷 在谷底漫步 关上壮观的冰瀑布和雪景 name grey 游客 雪景 岸 雪景 岸 雪景 雪景 有 雪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